那我住在那個千歲機場旁邊 那我們就住一排 有一個日本的阿嬤跟我們一起住 因為他的年紀就跟我們的阿嬤差不多 所以我們留學生都會特別照顧他 結果我們鄰居的阿嬤 有一天突然不見了 我們都不知道他去哪裡 然後失蹤的兩天還是沒有出來 第三天還是沒有看到他 那我們好不容易聯絡上他的兒子 他的兒子又跟我們講 我媽媽偶爾會去鄉下找朋友玩 所以你們不用太緊張 他隔一陣子就會回來了 我們就沒找到 結果我們那個鄰居的阿嬤 失蹤了兩個禮拜 他出現了 那我看到他的時候就說 阿嬤你是早去哪裡 幫我們大家嚇死了 出遠門也不跟我們講一下 那個阿嬤就很不好意思的說 他去鄉下玩 不好意思借人家的電話打 其實後來從鄰居的口中知道 我們那個阿嬤他不是去鄉下玩 你們知道他怎麼了嗎 不曉得這個老人家是不小心還是故意的 他就是去那個便利商店 便利商店不是都賣一百塊的鋁箔包 那果汁嗎 跟牛奶 我們那個鄰居的阿嬤 拿了一瓶一百塊日幣的果汁 沒有結帳 他就走出來 沒有結帳 那店員就報警了 警察就來 我們那個鄰居的阿嬤 拿了一瓶日幣一百塊的果汁 沒有結帳 他被拘留了兩個禮拜 中關十四段 你在我們的鄰居聽起來 你就覺得 哈 你本來在夭壽阿 那一瓶一瓶兩瓶 沒關係啦 跟他說後面也就好了 但是 各位觀眾喔 你看台灣呢 我們的法律是情理法 日本法律是法理情 為什麼 你看喔 我相信警察來的時候 阿嬤一定會跟警察講 他不是故意的 但是你想想看 你拿了這個東西 沒有結帳 是不是就是構成偷 偷就是犯罪阿 無關你是不小心也是條件 來來來先拿這個再說 那這兩個禮拜拘留的時間 檢察官會去看你有沒有前科 他會聽你說 然後他會去看你有沒有前科 那當然 這兩個禮拜 如果你覺得 店家冤枉你 或者是呢 警察呢 冤枉你 你呢 他們可以請一次那個 免費的律師 幫你申訴 好 那檢察官會看你 這兩個禮拜的那個態度 在決定要不要判你 好 那日本他們的法律 他是這樣 好 他是這樣 阿你像 Mani有的時候在看我們 我們台灣真的很自由 好 真的很自由 那呢 但是呢 有的時候呢 有一些事情 時間會說話 我們常常都會說 日本人呢 他們做事情一板一眼 但是一板一眼呢 時間下來呢 就像Mani講的 很多事情可以證 好 你像我每天啊 很難過的時候 其實我大概已經有 好一陣子不看台灣的新聞了 台灣新聞每天都很負面之外 你們有沒有注意到 每天都在 爆那個酒駕的 酒駕 其實我很痛恨酒駕 因為我們家有一個切身之痛 Mani呢 我最小的妹妹 四年前 被酒駕的 會補兩點喔 紅燈的時候 那個酒駕的床 我妹妹走那個人行道 她從後來給它撞過 我妹妹運氣很不好 她整個人呢 被撞到 掉到那個水溝下面 掉到水溝下面呢 她的那個領部 朝下面 水膠整個撞過 運氣真的很不好 她的那個牙齒啊 斷了18顆 整個那個 下餓這邊都重整 好 重整齁 那後來打官司的時候 賺我妹的那一個人 我妹妹是第四個被她撞的 第四個 我妹妹是最嚴重的 之前也有被關過 我妹妹是第四個被撞 然後呢 牙齒呢 花了呢 一百多萬 重整 就下餓重整齁 一塊錢都沒有賠到 我們只好安慰我妹妹 沒關係 我們命還在的就好了 吹去我們家家 這比較壞沒關係 唉 可是後來想想 好像也不太對 然後呢 你看日本 日本他們是個喝酒的文化 人影習慣 最後在日本 你只要喝酒 不要說酒駕 你喝酒開車 你這輩子有坐不完的牢 更不用說你又開車 然後去撞當人還是什麼的 那個你有坐不完的牢之外 還有賠不完的錢 是非常非常的這個嚴格的 所以呢 那日本為什麼呢 他們的治安可以到這個程度 那其實他們政府也有 遇過了一段很大的震痛氣 所以人民呢 跟政府吵一個共識 吵一個共識 所以普遍來講 他們的治安 真的還蠻不錯的 你像喔 我們在帶團啊 大家的東西拿去有沒有 你如果是日本人給你抓到 你百分之九十都可以找得回來 他們拿撿到東西 他們都把它放到那個失物著臨 我常常在帶團啊 我們女生啊 上洗手間都會把那個包包 掛在那個廁所的勾勾上面 對不對 啊出來就忘記了 之前有一個大姐就是這樣 然後車子已經開了二十幾分鐘 他可能要拿手機了 他這裡想到他包包又掛在那裡 所以我們打電話回去的時候 人家找都把我們呢 放在那個失物著臨的地方 打開裡面 一塊錢都沒有掃 真的呢 台灣不是沒有 也有 但是普遍來講呢 日本他們真的還蠻不錯的 在自然這方面 啊所以呢 你說那個窗戶 沒有架設鐵窗 其實還有一個最主要的原因啦 在當時 逃生的時候 你比較好逃得出來 所以這都是他們的建築法規 有一個非常嚴格的一個規定 好 然後呢 講到他們地震 大家一定都聽過呢 311大地震 2012年的時候 311大地震 今年就滿六週年了吧 有沒有呢 311地震的時候 你剛好在日本那裡出場的 有沒有呢 那一陣子 那幾天 你剛好咧 來日本出場的